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战地5,驾驶想什么 这个新的系列 这次所使用的是德军的战斗机 BF109G6 在钢铁熔炉 单场打下了18台敌机 会挑战戏打得比较有意思的场 希望把我当下的判断告诉大家 这里一开始我朝敌人的家飞去 都没有看到敌机 回头一看发现他们就在追我家的飞机 我另一刻掉头 其中一台看到我了 我们在垂直的情况下擦身了过 我认为他会反个方向绕过来我这边 所以我垂直的继续往上转 很可惜他没有 他就这样放弃我去选择打其他我家的飞机了 所以我就追上他 我这边注意不要超过他们其中一台 避免我被变成夹心敏干 结果他们其中一台似乎被我家通大机也赶走 另外一台往上飞被我水尾 急落之后我要去找剩下的那一台 回头马上就看到他 插上了过之后 来一个初始动作 他就在我的下方 非常的完美 我请他吃了一顿泡 在这边似乎有点追不上 我加了油 跟上对方 这一带的战机 在油门全开的情况下会转得比较快 但是有一些事情要注意就是 你的圈会跟对方越来越不一样 如果对方跟你不是一样都油门全开的话 所以花个几圈还是没有能打下 你们的角度就会越来越急 像现在讲 那这时候就给他载到一个机会 做了一个盲点切换 把他转回来 第二次之后他就没有再做了 继续绕着他的大圈 所以我很轻易的再抓到他 顺利击落 我先修一下稍微受损的飞机 然后过去交战的地方 企图看看有没有一些机会可以打 可惜好像没有 在调整的时候 敌机又来袭 我被打到马上做回避的动作 伸移过我就转另外一个方向 这就是盲点切换 最后还是没有效果 而且我的翅膀被打坏一个了 我现在其中一边会转得比较快 我企图飞回家 做维修 因为我知道他没有跟得很紧 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成功 这就是找发现敌人的好处 越早发现敌人越早开始回头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咬得很紧 他因为没有看到我 所以选择去对付我家的轰炸机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 假如我知道场上还有战斗机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去追后难击的尾巴的 那我跟到他的后面 可是并没有跟得非常的好 我们的圆有一点点错开了 导致我有很长的时间看不到他 在我企图修正的时候 他却自己换了一个动作 而不是持续绕圆 想要用减速来让我超前 我太慢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整个跑到他前面了 我只好使用滚铜镜盒 减慢我背地的速度 并且趁这个机会维修 这时候两边都很难打到对方 虽然我存活下来 但现在他在我后面 而且我的翅膀还是在被他打断了 刚刚修好的也没有用了 回头看一下 发现他们两台都在追我 这个我的存活几率就非常低啦 我经过维修区 企图再夺回一个快修 继续转弯 还是抖不掉这两台的追击 等着下一台飞机出来 我在重振后面的时候 通常会继续抓到对方飞机的大概位置 如果我觉得他很可能躲在我家后面的话 我一出来就会先回头 确定没有的时候 再往敌人那个方向前进 很奇怪的是 我出来之后在天上就没有看到飞机了 才刚那么想 我马上就可以打了 而且我眼前也有一台 我就先去追我眼前这一台 这两台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实力 谁比较厉害 谁比较弱 所以也无从判断起 我要先追谁 大概是尽可能先打掉一台算一台 还好战第五因为他的击杀速度非常快 所以 如果打得够快的话是有机会反击的 我两个翅膀都坏了 转弯能力受到限制 但是我看不到他在哪 他并没有紧紧跟到我后面 我发现了 他竟然去靠近维修站 打了一段之后他进入我的盲点 我翅膀受伤弯不回来 等转过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人了 往上看也没有看到 我就开始维修 企图恢复我的翅膀 然后达到对了的决战 等我修好往下的时候 发现他在铁桥附近 维修站附近的草原上飞着 所以我就全速地赶过去 他似乎从下后看的方向看到我了 他回头做了一个剪刀的动作 完全的进入盲点 而且我跟着减速导致重新加速比较慢 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往铁桥那边 直接朝自家方向飞去 他要是回过来的话 说不定有机会可以反打 这时候他们家另外一台飞机又出来助阵 我得赶快打掉他才行 因为另外一台随时会来抓我 在那时候我右上角看到 另外一台飞机 他企图在装我的队友 所以我转回来的时候 看地图上我的队友的位置 敌机应该会在我的队友的后面 让我回来正好看到 就开始追打他 G6的预设枪我觉得很好用 伤害还蛮痛的 而且还蛮准的 而且还蛮准的 虽然只有一管 收到发现他好像没有机会先打掉轰炸机 于是就减速 转弯 而且是那种完全减死低飞的状态 BF5的减速比BF1有用多了 但是减速来得突然 让后面意料不到 像这样低空飞 虽然有些人会因为不小心的撞地板 但如果对方不是菜鸟的话 这个机会实在是不大 刚刚击落了两台对手战斗机 这场总共三台 剩下就是这台轰炸机了 可以安心的追 这台感觉企图用靠近地面 慢慢飞的方式 让我撞地板 这是不会成功的 我看到这时候 敌人的 战斗机正在追我家的轰炸机 从我面前经过 马上放弃轰炸机 去先把战斗机解决 回来之后一时找不到 那台轰炸机的位置 就先进行一个补给 这一次轰炸机速度比较快 位置并不是那么好抓 不像战斗机 非法都比较固定 大家会想要去抓到另外一边 但轰炸机不会 他要去哪里炸 很难预估的 找不到我就开始维修了 然后看看地上 有没有可以打的目标 G6的枪还蛮准的 都在正前方 所以打地板我觉得 比英国的烹火还要简单 而且之后升级的话 还会有一个稍微有爆炸范围的枪 这个更是好用 我还没找到什么地面目标 敌人的烹火又出来了 我这里其实有点太早 就开始开墙 太早警告他 措施了最佳的时机 我还是要他冒出怀念了 我真的不太会打这种平飞的状态 我真的不太会打这种平飞的状态 好 极了 这次就纳了我的队友 还蛮开心的 他已经黑烟了 他已经黑烟了 敌人的飞机都没了 所以我想要去打地板 我就连坐两个音埋面微旋取得高度 然后往正在斗争的点看去 没有找到目标 没想到后面竟然来了一波子弹 我几乎要被打挂 赶快吃个快修 血量拉回来 但是引擎翅膀全都受损了 而且马上又再被打到受损 我趁引擎上过进入盲点的时候 减速减速维修维修 救回了我的翅膀 引擎还没 持续的维修 好 飞机恢复正常的状态 也刚好甩掉他了 大概是在忙点那个时候 因为我持续减速 而且并没有朝任何方向飞去 而是直走 他没有找到我吧 他又去追了我家的轰炸机 我还在喔 我这边稳稳的跟 逮到机会再来一波 他马上就快爆了 我希望能够秒杀他 互相给他跳机的机会 等到可以瞄准的时候再打 一回头就看到敌人新出来的一台飞机 我立刻加速追上去 他减速回转回来 他减速回转回来 飞得非常靠近桥 持续慢飞 我就持续的打 急落 敌人的轰炸机直接开到我身边 还撞坏了我的机翼 不过我现在想要先维修我的飞机 所以暂时先不管他 轰炸机终究不是个威胁 等我维修好再来 没想到这个轰炸机居然追着我跑 真是可爱 放弃了 太远打 刚才不好 我觉得他企图跳后座 可是他没有 就往上飞 这时候才跳后座 也跳得太慢了 不然就是他已经跳了 但是完全没有发现我的位置 因为我刚刚做的那个回避 不得而知 不小心我们两个都升到声线 我很紧张 不然我怕 我听到第一机的声音了 还好他先去抓了我的队友 从天空上下来 给他一波 他又想要减速 上上下下 刚好视线会被我的飞机遮倒 不过不是太大的问题 因为他就在那 他如果离开那个位置 他就会出现在画面的响 因为这一站 刚刚受到AE攻击 我又有一点受伤了 追回家吃 补给 跟维修 再去找刚刚 骗到我的那台轰炸机 看到敌机又在打我家的飞机 轰炸机要先放一边去了 哦不对 他就是那台会追人的轰炸机 从天上下来 开始努力打他 这边军事AA的范围 他上升 我知道他会跳后枪 所以我觉得 先不要跟他拼 我先换个方向再来 可是这个方向好像也没有办法躲过 感觉这次轰炸机的枪 范围比以前更大了 只好先放弃 然后倒了一圈再回来 他不得不回到座位 往上的话 其实我不太知道 因为我没有飞轰炸机 直觉来说 感觉水平飞 不是应该有更长的时间可以打 战斗机吗 他这样往上飞 所以不是没多久他就要掉下去了 我的感觉啊 欢迎轰炸机的驾驶 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我看他飞机已经往下掉了 我就安心的回来 但他似乎不太愿意回座位的样子 我相信他会追机我就走了 吃过补给之后维修自己的飞机 感觉会有一点小空档 看看地面好了 什么都看不到 感觉有人在开枪 随便乱哪一通 丢掉信号弹 没有分数 还被AA打 真是的 这次的AA我觉得还蛮恐怖的 很容易把飞机打破 还好目前遇到的感觉 命中率都不是很高 可能是新游戏的关系吧 看到迪基沿着铁桥 追着我家的飞机 我全速前进 从上面下来 很快就会跟到比较近的地方 一直到一个适当的时机 他在转弯 我才开枪 两轮急爆 刚开始那样最好是乘坐器 比较慢开枪 他就没有机会可以翻摇 如果很早就开枪 没有打到几发 又告诉他你来了 厉害的驾驶 就会回头打你 一台新的迪基 一台新的迪基 我们从 金屋垂折 让他擦身而过 我一样的方向找寻他的踪影 看到了 他不是在我预期的地方 但他也在那边捞拳 看来我们两个都遇不错误 刚好被我发现他 刚好被我发现他 还没有打掉后面又来一台 这下有点不妙 这台就不让保持着稍微斜斜的绕圈 这算是很不错的做法 而且他也没有把速度慢下来 虽然我还是找机会打到他了 打掉之后 我发现我跟迪基的绕圈也错开了 而且擦身而过 做开头的标准动作 却没有看到他 反而听到他的引擎声 他应该是在我后面的位置 结果他不是追我的方向 而是追另外一个方向 跑去追我家队友 打他一轮之后 他减速往铁桥下面转去 看起来像是坠机 我原本想放生他 后来决定检查一下 他居然没有坠机 而且慢慢的往家里的方向飞去 还好我要检查 马上打他一波 急落他 但是我突然意外阵亡了 这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总之就是阵亡了 只好再等下一台飞机 一开始巡视整个天空 没有看到敌机 不晓得敌机去哪了 看到有飞机好像在追我家的飞机 这时候又不小心升到深陷 还好他们注意力都不在我身上 从上而下 打到机会一波打到着火 他似乎想要飞回维修站的样子 还是被击落 我看轟大机的后枪一直在射击 我怀疑他是不是在打人 结果却没有看到 所以我就往敌人的方向飞过去 这时候一台敌机 从正面过来 我回头 做了初始动作 他似乎也是想做 但他做得有点太歪了 直接飞到我面前 我就开始追他 记得右边有一台战斗机飞过去 刚开始打到他的引擎损毁 变慢 解决 刚刚往我家方向飞的战斗机 先来去找他 他似乎在追我家的队友 有 我看到他了 他转个弯下来 正好送他一波 急落 最近这次的更新 把战斗机的弹量消到很少 我觉得还蛮讨厌的 像这一场这个状况 如果是现在更新后 可能会难打许多 因为要花很多次的时间回去补给 没有办法这样连续打倒敌机 我尔玛直接单纯在飞来飞去去听到 枪声和引擎声 我就随便插一个方向 做个不规则的转动 回来看到他在追我家的 轰炸机 所以我就把他击落了 我这边赤马脸受损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没有修 对 我想不起来了 我就在那边针塔地面 可能没有很专心吧 一直飞到敌人基地这边我才开始修 刚刚飞过去的都是轰炸机 没有威胁的吃肉时间 就怕他坠机而已 轰炸机 轰炸机又来了 插烧而过之后 我们没有任何的方向 比较难抓 我随便猜一个方向 似乎是猜错了 但是他又不知道为什么转到那里去了 所以我还蛮疑惑的 等着看到了就是好事 等到猛烟 几落 再来追轰炸机 啊 这台是向上的轰炸机 该走了该走了 虹大机或 那个什么 司徒卡 如果驾驶跳到 后面的机枪的话 快逃就对了 目前我是已经点出火箭 可是我还没有尝试火箭到底效果如何 对了 如果有进一步的心得再来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就想拼一下 就害我自己引擎爆了 打这种喜欢往后跳的我觉得重点就是不要给他维修时间 而不是想要多快打倒他 如果自己被打到需要去维修 他就等于可以维修 但是如果我没有被打到需要维修 我就可以一次又一次的骚扰 总有一天他会醉了 这场即将结束 前场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随便偷偷系套蛋 等结束吗 看来我们是输了 以上就是这场的驾驶想什么 这次击落了18台 距离站立的最高纪录19台 就只差一台就可以破纪录了 再继续努力 好 我们这集就到这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帮忙按赞 留言分享 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 还有FB粉丝团跟LINE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去追踪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